我今天其實是第一次跟Kelly 就是有人面對面的交流 然後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斯文 然後非常有...怎麼講 有manner的一個女孩子 就是她的言談 她的所有的動作也是非常的優雅的 所以我覺得她是非常具有香港小姐的那個條件 你講有沒有這一個的Ivy 戰略 這個巡迴 不是不是我覺得每一個人也有自己的特色 就是我覺得Ivy 就是可能是那種比較 容易讓身邊的人有那個氣氛的那個人 就是很容易會搞笑啊 或者是有一個很愉快的氣氛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各有特色 我覺得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她也是一個蠻開朗的一個女生 然後雖然我跟她沒有很多的直接交流 但是我可以看到她是一個充滿那個... 怎麼講... 小孩子小朋友那種的活潑的那個... 那個性格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 我希望她可以保持這個心態 所以我覺得她很厲害 因為今天我們之前沒有就是練習過 就是剛剛Live的時候才是你們第一次唱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她有勇氣 就是對著那麼多的網民就是自彈自唱 所以我覺得她是非常... 然後我覺得她聲音也非常好聽 所以我真的希望她可以... 呃... 有更多的機會去發揮她自己的才能 我覺得其實今年的所有的香港小姐 是非常... 呃... 有自己的那個... 感覺吧 因為我覺得她們... 呃... 本身自己也有很多很特別的吸引人 她們自己也非常有自己的... 令人難忘的一面 所以我覺得 只要她們... 呃... 在比賽... 決賽當天 就是... 不要緊張 然後把自己最真... 自己最吸引人的那一面 就是展... 展現給現場的評判 或者是其他觀眾看到就好 就好 借散 他是這裡人反應 就半 1983